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12月31号 礼拜六 早早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在昨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着香港国安法第14条 和第47条进行了释法 有法律学者就担忧 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于香港国安法第47条的释法 是等同扩大了行政权力 而并没有这样清楚界定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或者是行政长官的权力 第二个消息 HK01引述元朗居民所说 不担心香港和内地通关以后 水货客的问题会再次重现 好了 在讲到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个视频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人大释法的内容 究竟是怎样的 在今年11月28号的时候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提请人大释法 李家超就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 根据根据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或者是大律师 可否以任何形式 参与处理 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 这个其实就是 yes no question 是非题 要人大常委去答 可以还是不行 可不可以 请海外的律师或者大律师 那么今次人大释法的内容 其实就并没有 直接就着李家超 提请释法的内容 是去作解答的 而是将个波抛回给李家超 大家听完下去就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 昨天就着香港国安法第14条 以及第47条 是作出了解释 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 是说明了几点的 第一 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即是香港国安委 根据国安法第14条 是有权对是否 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作出判断和决定 而这个决定是具有 可执行的法律效力 香港特区的行政、立法、司法等的机构 和任何组织 都应该是尊重 并且是执行国安委的决定 信报余錦然专栏就说 就着国安法第14条进行释法 其实就是向国安委 负权 赋予了一项重要的职责 就是日后任何的问题 究竟要判断是否涉及国家安全的时候 一律就是由国安委来定夺 虽然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宣称 人大释法并没有增加到行政长官的权力 但是行政长官本人 其实就是作为国安委主席来的 现在其实是没有增加到特首的权力 不过是增加了国安委的权力 那名义上面就是两个不同的位置 但是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人来的 那第47条的释法又怎样呢 那47条本身就列明了 特区的法院在审案的时候 遇上有关国家安全或者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的时候 应该是要取得行政长官就住该等的问题发出的证明书 那释法就进一步是说明了 如果特区的法院遇上这些的问题 需要做认定的时候 就应当是向行政长官提出 并且是取得行政长官就住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 那就明确了法院的角色和责任了 那今天余錦然专栏就提到 法庭就是解决争的地方 负责仲裁的向来都是法官 而不是政府 释法之后就列明了 法院遇上疑问 需要做认定的时候 行政长官就有权来去判定 究竟哪些的行为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又或者哪些的证据材料是和国家秘密有关 所以在遇上国安问题界定的时候 就变成了行政长官作为了一个仲裁者 那你说是不是扩大了这个行政长官的权力呢 不是这一次扩大的 因为国安法第47条一组就说明了 是有这个特首证明书这一件事的 但是当初就没有来定到 究竟特首证明书是由哪一个启动来发出的 现在就释法的时候说明了 是法院如果你遇上不清楚 要进行认定的时候 就向特首提出拿证明书 但是根据昨晚特区政府所发出的新闻稿就提到 如果特区的法院 没有向行政长官提出需要认定的问题 并且是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法院没有主动来到去提出要认定的东西 没有提出要拿特首证明书 那么国安委都可以根据国安法第14条规定 履行职责 对该等的情况和问题 作出相关判断和规定 就是说如果特区的法院有提出 那么固然特首就要做事 但是就算法院没有提出 国安委如果察觉到有问题 都可以作出相关的判断和规定 港大法律学院教授杨艾文就说到 人大释法条文的效果 就等同是扩大了国安委和特首的权力 但是就没有厘清到行政权力的局限 以及在国安法第47条底下 法庭向特首提请的责任 就只能够寄望国安委和特首 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是自我约束的 哦 就是你看他的权力 不要不断膨胀自我约束 法律学者大大为就忧虑了 日后涉及到国安关键议题上 旁边特区政府只要说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就等同是可以决定了结果 他认为国安法本身就已经是令到法治受压的了 而今次人大释法的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情况 所以今次人大释法一来就是复权了给国安委 对于是否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 作出判断和决定 二来就是进一步说明了行政长官 就着该等问题发出证明书的流程 但是人大常委本身就没有就着李家超提出的问题 是作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海外律师是否可以担任危害国安案件的辩护人 或者是诉讼代理人 这个决定就由李家超自己去做 当然了是不是李家超自己的主意呢 都未必是的 可能都要请示上议 但是现在上边就说 那个权力是在于行政长官的 在于国安委的 那你自己去决定 你拿主意了 那你就有权有责了 其实李家超提请得人大释法 他心里面就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答案的了 他就是不想被那些海外律师担任危害国安案件的辩护人 那他才要提请人大释法 如果不是他只要遵守终审法院的裁决就搞定了 那现在上边就不想代理李家超 来到他讲这个不的答案 你要讲你们自己搞 所以这个提请人大释法 到最后兜兜转转 都是要转回到李家超那里 虽然就算是李家超作判断也好 他都未必是百分之百的个人意愿来的 就算他说是 市民都未必相信 但是怎样都好 上边不肯代他来回答这一件事 叫他自己搞定 好了 我就看到廉政公署的前总调查主任 大律师查石我 是提出了一个逻辑的问题 我就觉得挺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查石我指出 根据普通法的原则 举证责任在于控方 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就是两大之处 被告就有权去选择律师 而且国安法的案件 就不一定是涉及到国家机密 未審过就不会知道 究竟有没有国家机密 而被控告违反国安法 也不一定代表触犯了该法 查石我反问 是否告他犯了国安法 就一定是入到罪 他就说 这次人大释法就跟基本法保障的 普通法原则是有所抵触的 可能就会影响到不少人 对香港法治的观感 他就形容 人大释法现在是一锤定音的了 他对此就不作评论 其实这个逻辑问题就问得很好的 如果你开审之前 你又不知道究竟控方提出什么证据 那你有什么说法 是可以说 那个被告不可以请海外律师呢 这些也是要进一步解说 不过怎么也好 我想没有人觉得黎智英的案件是可以打得赢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另一单的消息 就是HK01今天出了一篇报道 我认为这篇报道 都相当滑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这篇报道里面访问了几个人 但是这几个人纷纷都说对于通关 是一点担心都没有 还有就是非常欢迎的 那我们看看这篇报道里面说什么了 根本上我认为是洗太平地的 帮通关 他们就声称访问了一个元朗居民 叫做文乡 这个文乡就说 自从2015年光复元朗事件以后 当区的水货客已经是大幅减少了 住在元朗的益友可以留言说一下 是不是在2015年之后 元朗少了很多水货客呢? 还是越来越多呢? 在2015至2019年期间 2019年就没得好说了 这么多示威 20年至2022年就封关了 这几年就不算了 他说2015年之后少了很多 这些说法是有没有车大炮呢? 元朗我就不是太熟悉了 但是屯门就一定很多那些自由行旅客 即日先那些 你想想排那个跨境巴士排到是怎样的呢? 他说没什么 我不太相信了 这个文乡在疫情之前 又曾经在上水区工作的 又会这么巧的 他认为上水区的水货客问题 比元朗区严重很多 水货客多到街道完全没有位置走的 他补充是不担心香港和内地通关以后 水货客的问题会再次重演 因为现在很多水货客 在疫情之后就转型了 转了做网购 这些全部都是他说的 因为香港和大陆封关 在出入境和检疫方面有太多的限制 才迫使到那些水货是要转型而已 要不然他一天走多转 继续可以 那现在难得放生的时候 那当然要看起来 究竟初期通关的配额是怎样的 初期可能是那些权贵呀 商务客呀 优先呀 是吧 那有排都可能未到这些水货都不奇 因为有很多水货 其实就不是大陆人来的 是住在上水那些新移民来的 有的 有这些人的 大有人在 那这些人就说 疫情之后转型了 转了做网购 网购 网购容纳得到多少份额才行 哪里够他一天走多转赚得多 那他说不担心 我就告诉他你不需要担心 我认为是一定会重现的 这个水货客问题 只是差遲早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 我经常都说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担心来做什么 但是他说不担心会出现 那我觉得他就 愚蠢了些 这些是洗地 摆明 好了 这篇报道又访问了一个 从北京前往香港就读研究所的 徐同学 就说疫情之后半年没有回大陆探亲了 很久都没有见过家人 如果真的通关 过年就会回家拜年 他又说不担心内地的疫情数字上升 在通关以后就会影响香港的情况 他说两边都差不多 担心不了那么多 什么叫两边都差不多 当然不是 香港哪有那么多白费啊 大哥 何曾有啊 可能有一个几个都没有上报纸的 大陆很多啊 大哥 还有很多阳性 一会有周身骨痛 症状很严重 很吓人 他还说两边差不多 这些人很自私 好了 另一个亲人居住在大陆的 鄭小姐就说 对通关就期待了很久了 因为他的家人都住在浙江的 可能是新移民来的 疫情持续三年以来 都没有带过女儿 回大陆和家人团聚 所以这些人都不知道去香港做什么 你回上去一早团聚就好了 对不对 山长水远又要走到香港 他就说通关以后 就不会立即回乡下探亲的 现在内地的疫情太严重了 之后情况稳定 才再回去 那这个鄭小姐说话 又是有矛盾的 这一方面又是期待通关 但是通关了以后 又不会马上回大陆 那么你这么期待做什么呢 为什么你不挂 等大陆的疫情没有那么严重 稳定了才再通 那起不是更好 他又不是 先通了 不过他不回 稳定再回 这些就是自私 对不对 好了 做药房的那些 等了大陆客 很长时间 现在都没收拾 那些 就在那里 死捱捱捱捱捱到 那些大陆客 自由行旅客 回香港为止 而已 那现在被他恨到 那他当然是开心 乐观 厉害了 是吧 又去掃奶粉 现在又可以掃退消药 感冒药 很棒 但是这个谭青就说 未必是能够即时受惠的 因为就算真的能够顺利通关 一月份就撞正农历新年 无论香港人或是内地客 大多数都会去探亲的 生意额都未必会升 那你不需要担心啦 初三之后 棒棒声地升 你看看 当年澳门街也是这样 今年不知道 是不是 疫情之前 初一到初三是少些客 初四之后 含含声地去 那谭青就预期 暑假期间 7月8月就会较多的内地旅客 前往香港 就刺激到消费了 那问到在通关以后 会不会因为内地旅客 扣物 而加价呢 谭青就说暂时未有计划 要视乎通关之后的情况而定 即是规矩说得出 他那间药房 那些感冒药有没有加价 请问 暂时未有计划 是不是吹水啊 这傢伙 唉 那香港呢 现在的疫情呢 就是反弹的了 昨天呢 就单日 增加了27,830宗的确诊 较前日呢 就大幅上升了 一成二 都很厉害的了 差不多三万宗了 是近这几个月以来的新高 那七十二名的患者死亡 就创了四月八号以后的新高 那累计呢 有五千一百九十六名病人留院 有七百一十一人呢 就是新增确诊的病人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倍流神 要保重身体 真的很重要 就算打了针也好 因为打了针呢 你其实 随着那个时间推移 其实体内的抗体水平都会下降的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 有了科学证据的了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打最尾的针 但是 都可能是有一段时间的 肯定不是近期啦 很多人都 那如果都是半年以上的 那真的 喂 你要加倍流神 那些防疫措施呢 反而这一段时间 你要拿紧些 尤其是一月八号之后 其实不是一月八号之后 现在在街上 都多了人说普通话 你就知道什么事了 多了一些 来自大陆的旅客来到香港啦 所以千万要留意啊 这些事 注意个人的卫生 保重啊 这些真的没办法啊 还有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尤其在假期的时候 不要一窝蜂地 在街上倒数 老实说有什么好去啊 人多势逼那些 真的 病几天都不值啦 是不是 就是 但是现在还没搞清楚 到底大陆是怎么 大陆就称称的 说 还是奥曼克庸 没变种的 那样 变种的全都是谣言 那 就看你怎么看啦 如果你说 我信到大陆十足 那就不用了 当平时一样 你平时怎么防 你怎么防 如果你說要提高警惕 那不是啦,房多些也不怕了 包括減少一些不必要的人員流動 這也是很重要的 你去外國就反而不同了 因為外國也是這樣,是不是? 那些訊息又是公開透明的 人家都沒有隱瞞的 大陸那些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點名說他不公開不透明的 所以信不信由你 反正我就勸大家 儲備好些藥物看門口 減少不必要的外出 總之就是要靜觀其變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